这是约翰福音15章1到11节 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起立 听神的话 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人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需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这是神无物无谬的话语 请坐 今天我们要请 约尔弟兄来正道 他是威敏神学院第二年的神学生 在我们当中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很高兴 神可以使用他 跟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义务结尾平安 很高兴 也很荣幸 可以在中华福音堂 开始我来美国以来 第一次中文的讲道 我们先有一个祷告 先父求你 使我们今天可以更多认识你的爱子 也使我们更多爱他 顺服他 荣耀他 也求你为此使用这个小子 赐我合适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在解释葡萄树的比喻之前 我们先看看这个比喻发生的背景 首先从经文来看 葡萄树的比喻发生在 约翰福音13到17章的正当中 约翰福音13到17章 它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名字 叫做Upper Room Discourse 中文没有合适的翻译 但是有听过翻译成 马可楼的谈论 因为很多人认为 耶稣最后的晚餐 是发生在马可家里面 葡萄树的比喻 而这一晚就是育月节的晚上 这个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 是育月节的晚上 这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是耶稣定十字架前 在世上的最后一晚 这天晚上 耶稣和门徒 共进逾越节的晚餐 并且把这一个逾越节的延习 转化为教会的圣餐 在这一晚 在约翰福音记载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很多筷智人口的故事 比如耶稣洗门徒的脚 耶稣吩咐门徒彼此相爱 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还有第十四章是圣灵宝贵师的应许 而到了讲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 耶稣和门徒已经离开了 那一个马可的楼房 耶稣正在经历这个路上 他在感受路上寒冷的夜晚 但是他话语的温暖 却丝毫没有减弱 以至于你如果不认真去看 这个第十四章最后一节 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 如果你不看这一节 你会根本就感觉不出来 从第十五章开始 耶稣已经不在那一个楼房 因为他仍然是那么的温暖 仍然是那么的平静 仍然是被那个爱的氛围所充满 我不知道 作为一个基督徒适合不适合 说我特别推荐读这段经文 因为圣经总是一样的宝贵 但是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章 我觉得是格外让人感到 主的爱和温暖的一段经文 而就在这个离别的夜晚 这是耶稣却吩咐门徒 要藏在他里面 这是主耶稣在世上最悲伤 最痛苦的一夜 他在克西玛尼园大声地哀哭 他却要门徒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是无比坚强和丰满的生命 是死亡所不能吞灭的 耶稣也正是因为他在死后会复活 所以他在受死前可以对门徒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今天的讲道 基本是按经文的顺序来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 可以翻开放在身边 我们来看第一到二节 第一到二节我来读 我是真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我念对了吗 不对 因为经文写的是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主耶稣首先提到的是他的天父 我每次想起这段比喻 我总是说 我是真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我跟别人提起这段经文 也是说 我是真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我总想立刻跳到 枝子和葡萄树的故事 我总想立刻去看 我和主耶稣的故事 但是经文不是这样开始的 他说的是 我是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这个比喻首先讲到的 不是耶稣与门徒的关系 而是圣父与圣子 彼此相爱 互相荣耀的故事 天父 就是栽培的人 就是园丁 他在照料 并且保护这棵葡萄树 天父所有的工作 都是为了让枝子 多结果子 像第二节说的 让枝子结果子更多 我们看见葡萄树上 有两种枝子 一种结果子 一种不结果子 一种被天父捡去 就是从葡萄树上掉下来 另一种是被修剪干净 好让枝子结果子更多 我们先看结果子的枝子 天父要修剪这些枝子 好让他结出更多的果子 挂满这棵葡萄树 当葡萄树挂满了果子 我们想象一下 一棵葡萄树挂满了葡萄 这就是他最荣耀最美丽的时候 而耶稣就是这棵葡萄树 当他的枝子 就是基督徒 结满了果子 挂在他身上的时候 这是主耶稣在见证下 最美最荣耀的时刻 而耶稣就是这棵葡萄树 他爱他的园丁 他爱他的天父 他就用富有营养的汁水 去供应这些枝子 使他们多结果子 献给他的园丁 当园丁看见他的葡萄树 硕果累累的时候 这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刻 所以第八节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葡萄树所想的都是他的园丁 主耶稣所爱所想的都是他的天父 这是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的 这个美妙的画面 而这些葡萄树上的枝子 每一根就是指带一个基督徒 那集体来看指的就是教会 葡萄树上枝子上的果子 就是我们的成圣和我们的公义 是我们照着神的话所过的基督徒生活 教会和教会里的每一个基督徒 就是天父和耶稣彼此相爱 互相荣耀的舞台 天父用我们成圣的果子 使耶稣得荣耀 耶稣也用我们成圣的果子 使天父得荣耀 这是教会和基督徒存在的意义 就是借着我们见证天父和圣子的相爱 第二种枝子 他不结果子 天父如何对待他呢 他要把他们捡去 天父不喜悦这些枝子 他看这些枝子像仇敌一样 像寄生在他葡萄树上的仇敌一样 他不能容忍这些枝子 留在他儿子的身上 这些枝子就是假基督徒 他们虽然待在教会 也称自己信耶稣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心 也没有真实的重生 也就没有结出成圣的果子 他们只属于有形的教会 不属于无形的教会 所以他们是神的仇敌 最终会被天父捡去 因为天父不能容忍假基督徒 一直留在他所爱的葡萄树上 第六节就说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假基督徒如果不悔改 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地狱的刑法 我们之后会再看到 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 只靠是否结果子 就区分真假基督徒 这是不是以貌取人 注重外在 我可不可以说 虽然我外面没有基督徒的品行和见证 但我仍然是一个真基督徒 虽然一点光都不给你看见 但我仍然是一颗点燃的蜡烛 这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 一定会被表现出来 本质和表现之间 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们的身份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总是一致的 就像马太福音说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那些结好果子的枝子 就是真基督徒 他们有真正的重生 有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他们里面 并且他们活出基督的品质 就是经历成圣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 你必然经历成圣 必然把你里面的基督活出来 如果要举例子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理想的基督徒 他会过怎么样的生活 他会做什么样的事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比如他充满了信心 爱心 他在试炼里面有平安 他在痛苦里面有盼望 他公义 圣洁 喜欢读神的话 有稳定的祷告生活 稳定参加聚会 顺服神的话 在犯罪之后有真实的悔改 他喜欢传福音 他接待圣徒等等 我们想到的这些品质 他会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流露出来 当然不是到一个完美的地步 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也都有侧重点 但是那一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他一定会被彰显出来 这个就是结果子 我们再看第二节 第二节说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我们不光经历结果子 我们还要经历修剪 什么是修剪 这是天父在爱中 用他的话使我们归正 这是天父在爱中 用他的话使我们归正 这里有三个重点的词 爱 话语和归正 修剪是爱 因为这是天父对他的儿女做的 天父永远在爱中临到他的儿女 修剪是归正 因为这是天父按着他的心意 在改变我们 修剪是借着神的话 因为天父总是借着他的话 于使我们归正 我们在第三节还会讲到 天父的修剪常常伴着疼痛 我们可以把自己带入到 葡萄枝的第一视角 想象自己是长在树上的葡萄枝 那园丁会用它的花园茧 伸向你的那些枝条和叶子 或者我们更现实地 可以想想自己去看牙医 躺在牙医的手术台上 然后牙医就用他的钻头 钳子 锤子 各种的工具 伸到你的嘴里面 去捣鼓你的牙齿 这个是天父修剪的样子 而且他修剪的时候 是不打麻药的 这是天父他的修剪 他要修剪的 也许是我们觉得很宝贵的东西 葡萄枝会花很多的时间 精力 能量 营养 去培养他的那些小枝 去培养他的叶子和花苞 结果天父把他们剪下来 他也会剪去葡萄枝身上 那些生病感染的部分 葡萄枝没有办法 自己把这些感染的部分 给脱下 所以天父就帮我们剪下来 这些被剪下来的 可能单纯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爱好 收藏 也可能是有罪的习惯 不好的朋友 浪费我们时间的APP 或者是与基督信仰不合的世界观 他们会被改变 甚至从我们生命中被除去 天父这样修剪我们 目的是叫我们 结出更多的果子 来装饰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说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这里的干净 意思就是已经被修剪干净 是经过修剪的枝子 这节经文给我们看见 修剪首先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 当我们相信基督福音的那一刻 当我们承认他话语权柄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罪都赦免了 我们就连于基督这棵葡萄树 可以结果子了 可以过基督徒生活了 并且我们相信基督的道 他的话语是所有修剪的基础 所有在上文提到的那些的改变 那些的归正 都是要靠着神的道产生效果 我们看第四第五节 第四节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在第四节特别 这两节特别强调 一个命令 就是藏在我里面 这是一个命令 也是主的邀请 耶稣是要我们主动地 住在它里面 那什么叫藏在我里面呢 什么叫藏在主里面 首先这是真实的信心 使我们可以连在基督身上 使我们相信福音的应许 我们重生得救 就连在基督这棵葡萄树上 我们就住在它里面 永远不与主分开 第二 这也是一个命令 是需要基督徒 努力去遵守的 需要努力 这就意味着 会有一些因素 拦阻我们去亲近主 拦阻我们连在主的身上 所以藏在我们里面 又成了一件 需要我们去努力的事情 那我们努力的内容有什么呢 其实就是努力地去经历 和应用神的恩典 包括阅读和聆听神的话 包括向神说话 就是我们祷告的生活 并且与神的百姓亲近 这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我们去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去应用这些恩典的管道 并且把这些 把神的话语给他活出来 彼得前书第一章五到八节 彼得这样吩咐基督徒 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钱 有了敬钱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 要有这样的殷勤这样的努力 好使我们连在基督身上 成为常常结果子的之子 我们把心思和精力花在主的身上 主应许说他就会亲近我们 我们之前查考完的雅各书四章八节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耶稣也说你们要藏住在我里面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就像葡萄汁的汁水 它带着丰富的营养 流淌在树枝里面 并且他应许说这样的人就多结果子 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地维持 这种与神亲近的生活 就像彼得说的 分外殷勤 好让神的恩典畅通地赐给我们 我们先跳到第七节 第七节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第四节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到了这里却变成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因为主耶稣和他自己的话 是密不可分的 以至于我们经历他话语的做工 就是在经历主耶稣自己的做工 主耶稣如何亲近我们 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 亲近临到我们 当他的话安慰我们 就是主自己在安慰我们 当他的话责备我们 就是主自己在责备 当他的话改变我们 这就是主在改变我们 他在悦纳我们 与我们同在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 被主的话所塑造 这就是主自己 留堂在基督徒的里面 然后主说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因为我们越顺服 越认识他的心意 我们就关心 主耶稣所关心的 我们喜悦 主耶稣所喜悦的 我们忧愁主所忧愁的 因此我们的祷告 就和他的旨意相合 我们祈求的时候 主说他就给我们成就 我们再回到第四 第五节 主耶稣不光邀请我们 藏在他里面 他也警告我们 如果不藏在他里面 我们就没有办法 结果子 第四节说 只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第五节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 如果一个人是真基督徒 他一定结果子 他一定有真实的基督徒生活 所以真基督徒 会不会有这种 不结果子的情况呢 这些说 你们不能结果子 你们不藏在我里面 你们离了我也是这样 这些经文是对着基督徒讲的吗 这些经文是对着真基督徒讲的吗 这些我们真基督徒 会不会有不结果子的日子 会不会有颗粒无收的荒年 还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 没过好基督徒生活 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在主里面 我就不是真基督徒 我就完蛋了 我就走在通向地狱的路上 不是的 从我们基督徒真实的经历来讲 我们真的会觉得自己有 不在主里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经历 不结果子的荒年 我们的生命 还有这样一个倾向 要拉着我们远离神 就像诗歌万福源头唱的 主我深知 内心软弱 总是偏行走几路 我想在这里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 证明第四第五节讲的是真基督徒 好把第四第五节和第六节给区分开来 第四第五还有第六节都提到一个概念 说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第五节说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第六节好像也是同样的概念 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但是第六节分明讲的是非基督徒 是要被咒诅的那一批人 是假基督徒 因为第六节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如果把第四第五第六节连起来读 我想会让很多基督徒 心里失去安息 所以我想到底该怎么解释 我想我的解释的方法是把第三第四第五节连起来看 这是对同一批对象讲的 第三第四第五节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他讲的对象都是你们 第三节说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第四节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不能结果子 第五节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第六节不是说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第六节讲的是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第三到第五节 讲话的对象是十一个使徒 是十一个已经重生得救 不会失去救恩的人 主是对他们 讲鼓励的话 对他们讲命令 也是对他们讲警告 但是第六节 好像把这个范围给扩大了 变成一个对着整个有形教会 所讲的命令 所以当我这样去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基督徒 带来安息的一段经文 所以第四第五节 这个不结果子的经历 是真基督徒的经历 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可以说的话 他可以说 我不住在主里面 我就结不出果子 每当我离开主 我就不能做什么 当我这样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其实很受安慰 因为主耶稣是在对现实中的人说话 他是在对现实中真实的基督徒说话 就是我们这些 可能有时候不结果子的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作为主的枝子 并不像自然界的枝子那么稳定 自然界的枝子 每天每时每刻 就那么安安稳稳地待在树上 而基督徒会离开主 因为我们忘了神的话 甚至故意违背他的话 自然界的枝子 乖乖地吸取养分 按时后结果子 所以我们每年都可以稳定地吃到水果 但是我们会经历没有果子的日子 我们会经历没有善行 没有成圣的日子 这些日子可能持续几天 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 我们在这些日子可能懒惰 可能被试探所剩 可能因为硬心不认罪 导致看起来可能都不像一个基督徒 我们甚至结出不能吃的坏果子 使我们的葡萄树蒙羞 这些都是真基督徒可能经历的悲剧 包括主耶稣自己的使徒都经历过 我们看主耶稣这天晚上 是对着谁讲这个比喻 刚才说了 是对着十一个使徒讲的 而今晚就是主耶稣被卖被捕的日子 这十一个使徒会离开主淘宝 他们对主的信心要被逼到破产的边缘 这些是真基督徒 而且是最好的基督徒 是教会的根基 但他们也像我们一样 那么羞辱地离开主 而他们中间最好 最坚强 最忠心的就是彼得 他要三次否认耶稣 我不认识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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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耶稣正是对彼得这样的基督徒说 我认识你 我认得我的羊 我寻回我的羊 扛在肩上 带回我的羊圈 耶稣正是对彼得这样的基督徒 一次一次的邀请 劝诫我们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要藏在我里面 好结出果子 荣耀我的天父 也是你们的天父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好让你们的祷告门垂听 藏在我里面 就能时刻尝到我爱的甘甜 藏在我里面 好让我的喜乐充满你们 主耶稣绝不会丢弃我们 他的忍耐 怜悯 恩慈 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和所能经历的 所以无论你现在是在什么处境 你属灵的光景 你与主的关系 现在如何 他都在欢迎你 他要你回到他的身边 住在他里面 领受他丰盛的恩典 我们主的爱和怜悯是很实际 很现实的 所以他怜悯的人 就是像你我这样真实的 实际的基督徒 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 第六节 这就是对教会里面的假基督徒 所说的警告 他说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 却一直不在族里面 他一直不结果子 他是一个假的基督徒 因为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重生 是带来新生命的 这个照神的形象 所造的新生命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那些自称是基督徒 却从来没有尽全生活的人 他们不是真基督徒 我的朋友 如果你的光景 符合我现在所讲的话 如果你觉得信耶稣 不需要成圣 请你在神面前悔改 因为你虽然自称是基督徒 你虽然在这个教会聚会 但是你现在仍然可能走在 通向地狱的路上 当我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的脑海中没有浮现任何一张脸 但是天父知道你是谁 所以请你在他面前悔改 信靠他的福音 和我们正基督徒一起经历 那一个真实的 有盼望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再看第九到十一节 这是快要结束 第九到十一节说 我爱你们 我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格外的喜欢 格外的甘甜 因为这是主耶稣亲口 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 说我爱你们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 从亚洲家庭出来的孩子 这种通过话语去明确关系 通过话语去表达爱意的情况 是比较稀少的 所以我会觉得这段话格外的宝贵 因为主耶稣不光爱我们 他不光在爱中对我们做事 他也亲口告诉我们他的爱 亲口告诉我们他爱我们 他亲自向我们确认 这段经文的氛围 是他对我们的爱 他亲自向我们保证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是在主的爱中度过的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他亲口告诉我 并且他对我们的爱 到了一个地步 他说 我爱你们 正如天父爱我一样 他的爱到了一个地步 以至于唯一可以衡量这个爱的 是天父对基督的爱 因此我们就知道 耶稣命令我们藏在他里面 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 他叫我们结果子 叫我们努力 分外殷勤 去过好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出于剥削 不是出于压榨 不是出于控制欲 而是因为他爱我们 是为我们的好处 所以第十一节说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这些事就是 这一整段的经文 耶稣对我们说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耶稣讲这一切的话 是为了基督徒的喜乐 但这个喜乐 首先它是我的喜乐 是耶稣的喜乐 什么是耶稣的喜乐 这是专属于新造的喜乐 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从此就乐基督所乐 想基督所想 从此那些污秽的生活 不再能讨我们的喜欢 不再能让我们的心快乐 只有圣洁的事 让我们快乐 从此只有顺服神的话 成为我们的食物 因为它从前 首先是耶稣的食物 所以当我们顺服基督的话 我们是在做 自己所喜悦的事 我有时候遇到开心的事 就款待一下自己 比如我喜欢的球队赢了 我就开一瓶有糖的汽水 加增一下我的快乐 但是对于我们基督里的新人 顺服基督这件做工的事 本身就是一种款待 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喜乐 所以耶稣说 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 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 今天的经文就是 耶稣教导基督徒如何提升 我们的幸福指数 就是靠顺服神的话 最后我们回到第一节 第一节还有 还有一个重点没有提到 就是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不只是说 我是葡萄树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因为他要跟从前的葡萄树 做对比 从前葡萄树是什么 葡萄树和葡萄园 在旧约常常指代以色列 指代神的百姓 比如诗篇 八十篇第八节 诗人对神说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栽上 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故事 以色列亚说 五章七节更明确 他说万君治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爱的树就是犹大人 但是当以色列被称为葡萄树的时候 那个最后的结局总是审判 总是咒诅 因为以色列这棵葡萄树 它不结好果子 以色列这棵葡萄树 它因为不顺服神 它结出坏果子给神 它结出坏果子来羞辱神 所以这棵葡萄树 最后总是在经文的末尾 总是被咒诅 被审判 被铲除 耶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说它是真葡萄树 它跟从前的葡萄树不一样 它能完全地讨神的喜悦 它能完全地悦纳天赋 就是圆丁的要求 结出美好的果子给它 所以如果你连在这棵葡萄树上 你就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被咒诅 被审判 被抛弃 因为这棵葡萄树 已经替它的只子受过了审判 我们本来应该受地狱的刑罚 但是这棵葡萄树替我们被焚烧了 我们本来应该被神剪除 但是这棵葡萄树替我们被剪除了 它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 以色亚书53章 所以从此归在他名下的罪人 都不用再受审判 因为耶稣替他们死了 而且他们都要得到永生 因为耶稣不光死了 而且复活了 这棵真葡萄树是死亡不能胜过的 它复活了就把永远的生命赏给我们 所以如果你已经信主得到永生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它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自称是基督徒 却对耶稣的福音没有真实的信心 请你今天就悔改 信靠耶稣的死而复活 这棵真葡萄树 就接纳你成为他所爱的只子 和他一同享受永远的生命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 这不能被死亡所吞灭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倚靠 求你保守我们更多亲近你 更多结果子 使我们这些新造之人的喜乐 可以得到满足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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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